這個段落我們要介紹長徑的鹽 我們要教一些鹽類一樣 都是用背的 把該背的背起來就OK了 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告訴你什麼叫做鹽類 鹽類就是金屬加非金屬 金屬跟非金屬化合的產物就叫做鹽類 金屬可以用氨根取代 氨就是金字邊碼 所以像金屬 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就是金屬加上酸根 或者氨加上酸根就叫做鹽類 所以金屬跟非金屬的化合物就稱為鹽類 金屬可以用氨根取代 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比如說簡化講 這叫做金屬加上非金屬 比如說金屬加酸根 硝酸鉗 這叫做金屬加酸根 比如說氨根加非金屬 氯化氨 氯化氨 前面提過它 氯化氨 氯化氨 或者 硫酸胺 硫酸胺 所以這種東西就叫鹽類 所以什麼叫鹽類 金屬加上非金屬的化合物就叫做鹽類 金屬可以用氨根取代 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這樣的玩意兒叫做鹽類 然後如果你是碳酸根 我就叫做碳酸鹽 你是硫酸根 我就叫做硫酸鹽 或者反過來用金屬講 我是含銀的 銀的眼淚 我是含紅的 紅的眼淚 看你的需要 然後你有不同的說法 產生鹽類方法 有兩個 有一個學過了 哪一個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酸鹼中和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也學過啊 薄性大的金屬加七酸 產生氫氣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鹽類 另外一個就是鹽類 OK 所以氫加硫酸產生 氫氣加硫酸心 硫酸心就是鹽類 OK 但第一個比較重要 酸鹼中和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比較重要 OK 那鹽類因為太多種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通性 沒有什麼所有的鹽類都這樣 或所有的鹽類都那樣 沒有 我個子有不同 顏色也不一樣 溶解度也不一樣 頭通通不太一樣 但是呢 顏色 國中學的幾乎都是白色 白色就不用背了 你只要背那個白色白的就好 你只要背那個脖子白的就可以了 點化間硫酸鐵是黃色的 點化間硫酸鐵是黃色的 不過現在也不太教硫酸鐵了 點化間硫酸會用到 所以要知道 點化間後面要用到 所以要知道 硫酸鐵現在不太講 所以你忘掉也就算了 這個硫酸鐵以前教過對不對 有水硫酸鐵跟無水硫酸鐵 顏色 以前就這樣背過的 那你看到他就想到誰啊 濾化芽菇嘛 有水濾化芽菇跟無水濾化芽菇 檢驗水用的 所以這以前都背過的顏色 以前都背過的顏色 他就知道 其他人沒有背過什麼碳酸鈣啊 就背過來了 就是白色 這東西是白色 OK 沒有背的白色 當然我們都白色 知道就好了 那融解度 我們學的大部分都可融 有一些不會融 那重點的不會融 因為我先教過一點廢的事情 檢土足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銀美鈣 硫酸鹽 硫酸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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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沉澱 檢土足的碳酸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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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沉澱 然後點化芹後面會交 點化芹後面會交會沉澱 會沉澱 後面我要提到他 壁化芋現在也不太講了 不過知道一下也可以 他會沉澱 但他是會沉澱的 然後酸鹼性 酸鹼性不一定 原則上大致上是 強酸加強鹼的眼淚就是中性 強酸加弱鹼的眼淚就是酸性 強鹼加弱酸的眼淚就是鹼性 大致上這樣 這些的細節 哇啦哇啦的東西都是高中才會教 國中沒有 國中學的很簡單 國中就是後面要跟你強調的 碳酸鈉碳酸性鈉水溶液是鹼性的 然後食鹽水是中性的 國中課本裡面 沒有水溶液成酸性的眼淚 國中課本我教你的眼淚 沒有水溶液成酸性的 只有鹼性跟中性 當然我回來都會提到 尤其是那個碳酸鈉跟碳酸性鈉 是我們的重點 它的水溶液是呈弱鹼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鹽的大致狀況 了解一下情況 知道什麼叫鹽類 基本上沒有通信 但是把一些沉澱的顏色 背一下 一些東西記一下 看誰容易容易水 誰不容易水 這個記一下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不容易水溶液 不容易水溶液 不容易水溶液 那個水溶液